我是孟庆儿 孟子第七十三代小孙女 在旅行中 让我们一起感受汉字之美 我是威加德 我来自意大利 我热爱中华文化 对我来说 在这个充满汉字的宝道上 到处都是惊奇 请跟着我们一起 细细品味汉字的魅力 今天的国民汉字须知 我们来到了花莲市 而今天我们有一个 不一样的任务 就是要寻找花莲的在地美食 马上我们的第一站 就是鼎鼎有名的庙口红茶 哇 实在太令人兴奋了 在地美食之旅 一大早就生意这么好 一定很厉害 我们赶快去了解一下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孟庆儿孟孟 大家好 我是威加德 加德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呢 我们的开头有点不太一样 你说的没错啊 通常我们都知道花莲是好山好水 我们今天呢 咱们在一个小吃点开场 到花莲大家都以为要看大山 看海泛舟对不对 我告诉你其实花莲的传统美食 也是很厉害的 像我们之后呢 就有很多当地的特色小吃的 真的好好吃喔 对 不过好像旁边有一条一条的钢管 那个是什么 很奇怪对不对 这个你不知道我跟你说 虽然呢 我们平常都是在北部生活 但是 花莲的这个 钢管红茶是大名兵兵 我们北部全部都知道了 二话不说 先来一杯好不好 小伯娘你好 你好 已经在准备了 太厉害了 谢谢好热情喔 你真的要好好来品尝 因为呢 红茶可以做到 我们今天是非常幸运喔 我们还不太是要排队 一般来讲 到了晚上 这里是大排长龙 所以已经很大体 真的 我也听说 而且你也知道我很懂茶 所以马上来喝喝看看 美梦 我跟你讲 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我们都知道 一般在哪一种早餐店 我们喝红茶 它会偏甜 非常甜 对不对 而且有点色色的 有点好补掉 可是我发现这个红茶 跟我在家里泡的那个红茶 是一样的好喝 而且呢 它还带这种古早味 你有没有发现 你说对了 就是这三个关键字 古早味 甜而不腻 其实不用说了 它的甜度刚刚好 但是古早味 它就是有一个很回甘 很清爽的口味 而且我不晓得 为什么有没有发现 这个红茶 泡泡特别多 你知道吗 我说真的 我去过斯里兰卡 我研究红茶 他们说 如果你泡红茶之后 会有一点点的泡泡 是最好的品质 我没有骗你 哇塞 真的是品茶大师 韦佳德耶 可是我要跟你 好好来介绍一下 事实上这个钢管 它是有学问的 它还有内层跟外层 内层呢 就是我们红茶出口的地方 外层呢 它有这个冰水 一直不断的在做循环 所以说能够保持我们的温度冰镇 然后非常的顺口 水龙头一开 你就可以喝到最新鲜的红茶 而且我发现说 除了红茶之外 还有酸美跟杏仁 所以难怪有这么多人来这里排队 对 不过呢 你刚刚说到一个重点 好的东西 就是有人要来排队 对 然后好的节目 我一定有很多观众也要看 排队看 所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要不要来研究一下 排队的排这个字 排队的排这个字 你看它有个提手 然后有个是非的非 是 好奇怪 我们排队其实是用脚排 我们不是用手排 排这个字是不是来得不太合理 还是还有其他的缘由呢 邱老师 你赶快跟我们解答 一横一束有玄机 一字一句说古今 国民汉字须知 带你一起学汉字 学好字 我是丁静怡 首先要欢迎的是每个星期 带我们学很多汉字 学很多好字 才不会用错字的国学专家 苏建州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好 那今天呢 要跟我们一起来花莲 认识很多知名美食 来一趟美食找字之旅的来宾 全台也被它跑透透了 让我们欢迎杨子怡 哈啰 国民汉字须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子怡 而且子怡 而且子怡 你既然要拍排队美食嘛 对不对 好 我们说要排这个字的话呢 说实在的 我们怎么拆开来看 我们可能就是很容易 是不是左右拆 是啊 我们最容易看一定是觉得 手跟飞 对 但是会想排跟飞什么关系 我们要来透过一个测验 来看看子怡对排这个字的认知 好不好 副选题 好 排的字意跟飞有关吗 有吧 有 我觉得有关 怎么说 因为 比如说我们用排这个字 我们不会说把它排坏 就是排队排好 那感觉就是要把不好的东西 变成好的 所以应该是跟飞有关 因为飞是不好的 对 这个想法我倒真的没想过 我们等一下再问老师对不对 好 排是一个接一个吗 还是一个我觉得 还好耶 还好 如果用我刚刚第一个 第一个说法的话 那第二个就不太成立了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 2没有是不是 那飞表示一对翅膀相对 我觉得很有道理 真的耶 对 它很像翅膀 很像很像 而且是相对的 对啊 如果用上行文字 画翅膀也是这样画 有没有 像那种小天使的 翅膀也是这样画 所以3 他觉得有机会 那4 排跟挤的意思 完全相同 我只要看到那种选择题 写完全相同 我都会写错 觉得不太可能 对 完全应该不太可能吧 可是我们经常会讲排挤 我对对方排挤了 对啊 排感觉是 感觉有排斥 就是有紧列有序的感觉 然后挤的话 感觉就是参差不齐的感觉 可是有时候我们讲排斥呢 我排挤别人 就好像有排斥 很难讲很难讲 当然这只是我的意测 好 那我不要 你可以不选 好不好 我不要 来 非有责怪的意思 非有责怪喔 非是非 是非责怪 非感觉是不对 对 有 是不是 非人哉嘛 就骂人 对啊 就骂你不是 责怪你 对不对 我觉得这题 我有点开始替他觉得有点紧张 真的假的 没有啦 我只是个人觉得 因为这个不是普遍 我们知道答案 对不对 这是一个比较需要思考 有可能错 有可能对 就是我们两个都没把握 它有很多含义在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问老师 帮我们改个考卷吧 答案是1 2 3 5 2 3 5 你只漏选一个而已啊 还OK嘛 所以一个接一个是排沒錯 然后就像你说的 翅膀有关系 对 然后有责怪的意思 然后幸好你没有选4 是不是 厉害耶 我想害我 我差一点害到你 來 80分 我觉得这题不简单 我们从古文字认识一下好了 他确实就是像一对翅膀的样子 是完全正确的 像左右翅膀 然后这样分背的意思 是 表示这种所谓 違背的意思 違背 所以说我们说非者是违也 违背的意思 好 这是我们现在非的写法 就像一对翅膀相背的样子 对 那刚刚讲过了嘛 他所谓就所谓的违背 相背 这本来就是所谓的违背 或是不合 比如说所谓非法 什么叫非法 非法 就是不合法 就叫非法 所以不合的意思 那走上这个话很有意思啊 他说 福有有物啊 足以宜人 果非得意 责必有祸 那些长得非常漂亮的女生 很容易影响别人 对 那如果说这个人的话 他不是极有道德正义的人 娶她的话呢 他就会有祸患 是这样子 另外人家说 红颜祸水 那你讲的不是我讲的 事实上 我是说 在形容这一句话 对啦 那他有所谓错误或是邪恶 比如说明辨是非 是就是对的嘛 非就是错的嘛 是 我说违背作弹 是 那因为有错所以你要责怪他嘛 所以他有责怪的意思 比如说非意 或是非难嘛 对 那荀子修正提到说呢 说故非果而荡者无私也 就这个人他批评我 但是他批评的是对的 那他就是我的老师 是 也是这样子 是 然后他有所谓的不是或是没有 对 比如说庄子修有提到说 说这个渊厨这种鸟 它非梧桐不止 非练食不食 非离权不饮 所以这种鸟 它是有一种崇高理想的 如果不是梧桐的话 它就不会停下来休息 是 如果不是这种好的食物 它就不吃 不是这种好的饮水 它就不喝这样 对 那这种鸟的数量一定不多 肯定有 对不对 就像君子一样 是很少 因为它不是平凡的鸟 是 很难搞的感觉 它本来是坚持理想 它有坚持 坚持理想 那我们现在要排这个字 好 排这个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刚刚说 它这个非 非有这种 違背分开的意思 对 所以排的意思 跟它意思是相关的 它就是把一些障碍物 把它排开的意思 就来理解它 你看它几个意思 第一个所谓的 它有所谓的推 或是挤开的意思 对 所以说排者即也 那光也说排者推也 比如我们说排山倒海 或说母排终翼 是 然后它有所谓的 比如说像这种困难 或是说忧愁 你把它推开来 对 也是排的意思 对 有所谓的排解或是解除 是 比如说排难解忧 对 那众国策提到说 它说所过于天效之嗜者 为人排忧 嗜难 解纷乱而无所取 就说什么难是最难得的 对 它帮人家排换 嗜难 是 解这个纠纷 是 然后它无所取 没有想要取得什么好处 是 这是最难得的 是 然后它有所谓的排斥 或是排挤 比如说换句话说 说这个诸鲁 内怀不符 香语排枝 就这些读书人 每个心动都觉得对方没有什么 看不起对方 然后就把对方加以排斥 排挤这样子 然后它有所谓的疏打或是疏通 这可以理解 比如说这地方堵塞了嘛 对 把那个吐石把它排开 教你理解它 所以它就有所谓的疏打或疏通的意思 那孟子的藤文公提到说 说绝弩汉 排怀释 儿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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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接着排 一个接着一个 这就是刚刚 我错了 对 反而是最简单的 反而是最简单的地方 但是另外一个我就很不解了 排的本意就是推跟挤 好 那我们刚刚排认识了 对不对 那我就比较想要知道 推还有挤这个字 因为我还是很不解 字为什么不能选 所以老师再把推还有挤这个字 再让我们多深入地了解 把我们这个第四 我刚刚真的很想选 来好好解释 因为刚才自己讲的话 就是说一般你看到 所谓完全的话 通常都是不会是答案 是 我还要考试 真的 真的 因为你想就是说 两个东西如果完全应用的话 它就不用照出一个出来 是 对啊 所以一般你看到考试 如果出现完全的话 就不要选 通常 好 那老师赶紧 带我们认识推 好 我先看推这个字 这个字的分析为重手追身 那本意很简单就是说 你用力往前 或是往外来移动物体 往前或往外 比如说推车或推门 对 避允窗户推开 那便敲竹吹茶 就推开窗户用推 对 然后它有所谓除去 因为推的话就把 本来旧的东西把它除去 对 所以有除去 比如说推成除心 就是这样 把旧的东西把它推掉 是 然后诗经大耳德 云上的朋友提到说 旱季太盛了 折不可推 这旱灾太严重了 没有办法除去 除不掉了 是 然后它有所谓顺着迁移 因为推的话它就跟着你走 对 所以它有所谓顺着迁移的意思 义经提到说 说寒暑相推而睡成烟 这寒暑就是冬天下天 一个接着一个往前走 是 那就过了一年 顺着 对 然后它有所谓的 扩充或扩展 可以理解 因为你往外一推 当然它就有所谓的 扩充和扩展的意思 对 比如说推行 推销 或推广教育 那苏智这个话讲得非常好 它说 天下之父是 那天下之大呢 是一厢之推 就是说 天下之所以能够这么有钱 对 都是一些很多老百姓 这个我们可以说 一些老百姓 他们这个慢慢累积而来 对 但是 豆 根 之 基 也 那天下为什么能够这么大 就是很多这种小乡村 慢慢的怎么样 扩充起来的 好 然后它有所谓的选择或建局 对 可以理解 比如说东西很多 你要推哪一个啊 是 对吧 所以它就有选择的意思 是 那所谓的推选 或推举 是 那所谓的推弦让人 好 再来我们看 挤这个字 挤 挤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说它有推挤的作用 是 然后让对方怎么样 掉下去 或是让它 你把它赶出去的意思 所以一般挤的话 一般是比较负面的 你可以想想看 一般挤一般用在比较负面的 对 那所以所谓推挤使罪 或是推挤使出 是 那说我们说挤是排演 广小说挤是推演 对 看起来都差不多 现在是有点小姐的不同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总结 是 那昨天提到说 说这个小人老而无子 知挤于勾货焉 就说我这个人 我年纪很大 然后我没有儿子 我知道我即将死掉了 这个挤于勾货 就是死掉的代称 对 对 对 相当于填勾货 是 然后它有所谓的陷害 或说排挤 陷害 现在我说提到说 羊眼它罪不及死 但是起这个人却怎么样 却己限制 排挤然后陷害它 陷害 好 然后它有所谓损坏的意思 毁坏或是损伤 比如说怀难者提到说 说当此之时 这个飞鸟杀意 然后走受己角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 说这个时候这个飞鸟杀意 这个杀意就是飞鸟杀意 那什么叫己角 就是走受回角 那每个人都受到伤害嘛 这个己的话是受伤的意义 受伤 是害 是念杀吗 可是我们不是都讲 要读杀 那念杀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你看旁边这个偏旁 本来就读作杀嘛 对 就读作杀 念错那么久了 救命啊 我们都一直绝对念四身耶 对 那这个杀的意思的话 它是所谓的这个摧残或是伤害 那一般它的对象 一般只是这种鸟类的翅膀 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鲨鱼嘛 是 就鱼毛的鱼 就这个道理 那鲨鱼的本来是指什么 指说这个鸟的翅膀残落 不能高飞嘛 那后来的比喻比喻什么 比喻说一个人他失智不得已 这个叫做鲨鱼 好 所以才有所谓鲨鱼而归嘛 对 对 就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把这三个意思 做个比较 好 就是说你如果你不驱笨的话 当然你可以说意识相近了 我们通常不会说意识相同 因为统就讲得太过了 我们会说 就像我们不能说它完全相同 那个一样的 是 那我们刚刚讲过说牌的动作呢 它跟飞有关 因为刚刚说飞就是往外飞嘛 它有往外拨的意思 它表示说双手向前侧方 向前侧方用力 使这个障碍物分成两边 然后它就可以开动一条路 它可以往前走 就这样 通常都这个意思 比如说实力提到说 凡快这个人哪里 排踏直路啊 大乘随之 踏就是门 那我们知道开门的话 是往前推嘛 对啊 我们知道叫排踏 往前侧方用力 然后这个我刚刚提过 这个叫排怀式嘛 就是说你排去这种 怀水跟嗜水的阻塞 对 我刚刚提到说 排就是去除障碍物 对 推开 那把这个阻塞推开掉 它就可以注入长江嘛 然后还有所谓的排斥益 就是这个益子 这个人对你自己来讲 它可能是你的阻碍物 那你当然也把它排斥掉 用排 把益子推向两边 让使自己能够畅行无阻 当然这东西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 是 那挤的话呢 一般它的 它手后面所接的这种对象 它的补语都是一种危险的场所 对 前面有挤 然后把这个人推入死地或险地 所以一般它都比较负面的 那汉叔提到说呢 这些都是一种比较危险的地方 是 然后这些东西怎么样呢 这个东西不是 不是所以救助基井 保全圆圆也 那什么叫圆圆圆也 就指一般的老百姓 老师我可以插一个问题吗 就是如果说 我们当然这是 这是汉叔里面的字 那如果我们在这里面说 欲驱适中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说 是排之大海之中 或是推之大海之中吗 那如果按照古大 那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挤才可以把它到死地 因为它的 在古大挤的话 它外面手接都是一种 比较负面危险的地方 所以它就是真的是负面的 对 负面的OK 等于程度不一样 对 那你看推的话 一般它有好的意思嘛 是 推荐 推让 甚至推举 对不对 那牌的话我们刚刚说 它有所谓的牌幼或牌难 都还是有点比较好的意思 但是挤的话 一般都跟陷害有关 没想到一个是比较正面的 然后一个是比较负面的 对 刚好可以它 我反而觉得牌是比较中心 因为它就是 是一个做点的事情 对 然后推就是比较正面一点点 其实就是负面的 原来学到了 好酷喔 我们平常看似 连在一起用的 感觉... 它这个总结做得很好 而且让观众朋友们 也好好想一想 好吗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还要进入 汉字及时通 来看看今天有哪些字 你可能平常用错了 要赶快把它矩正过来 大家好 我是宜嘉老师 我们会说台中的太阳柄 颇富盛名 那这个富是这个富 还是这个富呢 正确是这个富字 富是充分很多的意思 而富则是享有 拥有的意思 因此是 颇富盛名才是对的哦 富除了我们手之 失败的意思之外 也可以解释为辜负 像是不富众望 是指不辜负众人的期望 或解释为承担背的意思 例如 富金请罪 意思是背着金条 向对方请罪 关于富的几个意思 大家都学会了吗 手 这个字啊 真的好难分析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步手 你搞错了手 他自己就是一个步手啊 那你到底要这么分析 手说麻烦 用手来赶皮 手这个字喔 蛮常见的 甚至我们自己身上 每个人都有手 好 喝完了红茶后 我们的第二站 来到花莲远近驰名的 麻吉店 哇 你看这个人潮很惊人吧 难怪每次朋友来花莲 都会带麻吉回去当伴手礼 你看 他们专业俐落的动作 这麻吉一定很好吃 现在我跟佳德来到的 这家花莲特产名店呢 不只是当地喔 是全台湾都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 说得没错 我朋友每一次来这里 一定要买给我最最最最有名 最好吃的麻吉 待会儿台北给我吃 你不会好够义气喔 可是其实你知道吗 今天很难的的是 我们不只 听说待会儿可以吃到 对 我们居然还可以亲手来学习 要怎么样做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拜师学艺 佳柔你好 佳柔柔两位好 你好 你看这是那个面团 那我们先迫不及待 先请佳柔来教我们 怎么来揉这个皮 好 首先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口诀 就是搓揉抛开摔 我们先把它揉一揉 可以试试看一看 好 五字口诀 對 搓揉抛开摔 抛拍摔 要不要油脂 好 这个我知道这个 这个我们要先让它 不要沾黏 对 好 很好 很重 这不是开玩笑的 它有重量 有重量 超重的 怎么 展开了吗 揉 揉 这样可以吗 揉吗 可以 就是尽量往里面就揉一下 都往里面 往里面 对 其实刚刚佳柔讲的一个重点 其实这个皮就是重点 吃起来软 来 我也要试一下 至少我都在揉披萨的面团 我要试看一看 对 杰莉 好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这种手法 有没有不一样 揉得怎么样 这样的都快要流汗了 像这样子够软了吗 然后我们要拉看看 它的延长的情况 如果这样还是有点 如果 如果不过 还是再用暖一下 还是可以继续加油 对了 了解 还不够软 不过我发现一件事 我们吃这个抹萨鸡的时候 其实软 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然后今天也刚好 一直都在强调软Q 就是很Q 很软 对不对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 柔的台语有什么说 我告诉你 软的台语我会 没错 软的台语就是 愣 除了愣 软的台语还有几个说法 像是软性性 或者是软狗狗 意思就是软绵绵 我们可以说 Q的Q两个软性性 很好吃 意思就是 那块蛋糕软绵绵的很好吃 这样大家都学会了吗 麻糬要好吃 不仅皮要Q 扎实的内馅也很重要哦 你看光是这馅料 就让人食指大动了呢 没错 而接下来 最后一道关卡 就是要把扎实的馅料 包进软Q摩蜜皮皮里了 第一次验勇手包摩蜜 真的好有趣哦 好 好 我这边好了 你呢 我也好了 包得如何 包得如何 包了一整桌了耶 真的 今天是真的有来学到功夫 而且你会不会觉得 手工做摩蜜 自己吃得最幸福 真的 我们平常都是盒装 对不对 今天是现做 而且我们自己手做的 没错 我们这边包的 我这边是红豆口味 你呢 我的这个是地瓜番薯 哇 那我们来吃看看好不好 好 好 好热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皮啊 我们刚才真的是揉得还不错 它是真的有嫩 然后真的有Q到 但是重点其实呢 我们自己手做的 也是非常的珍贵 我们讲到手做这两个字啊 我现在问点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手 这个字啊 真的好难分析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副手吗 你搞错了手 它自己就是一个副手啊 那你到底要这么分析 我跟你说呢 它会变形成为脊手行 对哦 不过其实一般这种造致的原理来说 它会是相形 不过这就很有趣了 手有五只手指头 对不对 但手这个字 分不清楚有几只手指头 苏老师 请为我们来解答 它有存放的限制 等于你当天买 你隔天就一定要吃掉 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 对 然后我们家 我阿嬷幾乎是每个礼拜 就会做麻吉 好 自己做 都是自己做 它会有 它真的是有 我阿嬷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因为是花莲人 他们做法是差不多的 好 另外一种 我觉得你一定要试看看 另外一种就很适合 我们去花莲玩 然后买回来给亲朋好友吃 因为它是真空包装 你试试看 你看它拿起来还会 超软 有没有 超约的 所以我说这个就很适合 你刚刚吃 你吃看看 你吃看看 因为刚刚第一种是 可能你当地买了 你隔天一定要吃完 但如果你两三天后 要送同事送朋友的话 我推荐这个 因为我刚刚吃到 吓到 好软嫩 就是很像我现在人就在花莲 是不是 我完全是吃现场做好的感觉 对 好软嫩 就是它最新研发的一个 新的真空包装 这个好厉害 所以手工瓦琪 用手来擀皮 手这个字蛮常见的 甚至我们自己身上 每人都有手好吗 对不对 好 那来 这个字该怎么看怎么解 我们是不是有古文字 能够看 我不想应该是吧 因为大家都有手 所以有吗 我们从源头介绍 好 古文字字 它有角度的不同 有所谓正面跟侧面的不同 是 那我们先跟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像这个字 这个就是大小的大 像什么 像一个人的正面之型 对啊 然后有手 那就是人 人就是一个人的侧面之型 侧面然后也有手 就是像这样 对不对 这个就是人型 好 那这是乌龟的龟 它有两种的写法 是 那这是侧面的 那有没有一种字 是两个同时都有的 也有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字 这个就是主 人为刀主 我为肉的这个字 对 对 那这是怎么造的呢 它上面这个部分 就是你从上摸下看 的那种正面图 大家想象一下 就那个砧板 有一个平面正面图 是啊 那旁边这两个是什么呢 它侧面的角 所以这个字刚好它有结合正面 有正面 有侧面 排在一起 这个字造法非常特别 你看平面的话就指这一面 对 这个是它的角 所以它是把一个字的正面跟侧面 正面加侧面 结合在一起 这种造字非常特别 好酷喔 对 好 那我们来进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看这个字 这个就是所谓的右 右像什么呢 就是一只手的侧面 就是我们现在右的侧面 就这个字 是 那整个字像什么 像右手的侧面是写 本应就是右手 右手 所以说我们说右就是手眼 对 我们现在写的右手 就是这个字下面加一个口旁 对 就是啊 对 它本应其实就是右手 是手的侧面之写 手的侧面 好 那正面怎么写呢 这个就是手的正面 也就是后来我们写的手这个字 那这个字为什么是手 你看它有五根手指头 一二三四五 真的 然后这个是手掌一直到手腕 手指头 就五根手指头 好像喔 现在手的写吧 那手这个很简单 就是人体上面 它的上肢 然后是手腕以下 拿东西的地方 好 那说我们说手指的拳也 那手跟拳的关系什么呢 其实手就是拳嘛 对吧 多人才说呢 金人输之为手 卷之为拳 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就如果你把它张开的话 就是手 卷在一起就是拳 拳 所以两个是同一个东西 好 那可以表示手的动作 拿东西 是 比如说人手一边 对 那可以表示所谓的急杀 手可以急杀嘛 嗯嗯嗯嗯嗯 汉书司马香儒传提到说 说伯才朗 手熊皮 这个手就是伯杀的意思 跟他意思是一样的 哦 那颜世古就说嘛 手是什么 就是以手急杀之 急杀 是是 那可以表示所谓的亲自 或是亲手 对啦 比如说手欲 什么叫手欲呢 就是这个长官 亲手下令给这个部署 而且是用手写的 嗯嗯嗯嗯嗯嗯 得这种书性或是命令 那格式当然不一定 是 然后他可以指所谓这种 从事某种技艺 或说善常做这种事的 对 比如说随手 选手 对对对对 你看手不只那么简单 而且我觉得老师最用心的是 他不只是让你知道手怎么用 他先告诉你 跟有 为什么什么 正面看啊 对 你才可以理解这个字的厉害 但是我这边也有一个问题 来 你有没有发现 手长得跟 毛很像 没有写我还没有想到这个字 因为一个是往这边发展 对对 但是另外一个是往那边跑掉 撇过去了 有带一点点尾巴 雷这样看真的有一点点像 会不会是什么远亲 或近铃之类的 是 来 老师 刚好写成这样而已 可是也很像手指头啊 手臂啊 他也是五只啊 也是五只啊 他本来照这个 的意思都指我们的毛 人身上的毛 好 就是像毛髮或是瘦毛之型 是 那时候我们就说 什么叫毛呢 就像什么 像美髮这一类的 或像瘦毛 然后它跟手是无关的 那它的本来是指什么 指说这个动植物它的表面 或者说果实表皮 上面所生的那些丝状物 都会叫做毛 比如说羊毛 羽毛 或是这个桃子上面 果皮上面一些很小的细毛 那这个需要他都说呢 他说人瘦的毛叫做毛 对 那鸟的话叫做羽毛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混在一起的话 都可以同情叫做毛 是 好 是这样 然后可以特别指说 我们人身上的这些虚法 也是 比如说眉毛 病毛 睫毛 或者说嘴上五毛 办事不老 就他们指人身上的毛 然后这个用法很有意思 是 我们常说不毛之地 对 对 长不出东西 什么都没有 很平级的地 零跟毛都没有 那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毛就指植物 那管子提到说 说这个男不舔 女不织 那公寄立于无用 而于土地之毛 仓库满食是不可得已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男生他都不去耕种 是 女生他不去织布 或是不去染布的话 是 你每天做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公寄立于无用 那这时候你想要让你土地 长植物 对 长龙作物 然后想要让你仓库满满的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这样子 然后他可以指所谓的 走兽或是兽类 这可以理解 因为上面有毛 所以他可以带指走兽或是兽类 那李律师就提到说 说这个水泉 草木 毛鱼 赤裸 未尝吸野 这个毛鱼就指动物 指一般的动物 毛的话是指毛虫 比如像虎狼这一类的 那鱼的话当然就指鸟类 这很简单 然后他可以指所谓生气 发生物或是急躁 比如说毛毛躁躁 或是鼻膀躁 生气的意思 然后可以指所谓粗糙的 没有加工的 对 比如说毛米 毛货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毛鱼 是不是 然后所谓约略或是不纯的 比如说毛利 我们常听到 什么叫毛利呢 就是这个算了没有那么精准 只扣掉它的成本而已 没有扣掉其他的费用的 这个叫毛利 不是那么减准 毛粽是指什么 是说包括这个货物 然后包括包装材料的总重量 然后这个叫毛粽 学到了 对 然后有所谓的细小或是微小 比如说毛驴 对 毛驴不是说很多毛的驴 毛驴就只是小驴 小驴子 毛细管 对 很小的管子 毛毛鱼 鱼下的很小 对 毛丫头 小朋友 所以原来毛丫头是小 对 好 那既然我们刚刚学了毛 学了手 对不对 不能让你空手而回 我们要看看刚刚子 有没有认真听 又要考 所以呢 又要考 但是是一个复习考 那还OK 所以可以 幼字的字形表示手的正面 那是侧面吧 刚刚老师讲侧面 对 侧面 错 1 没有 2 毛可以表示植物 可以 可以 因为他说那个种的那个 布毛之地 布毛之地 就是没有长植物 很好 毛与手的字形有关联 只有长得像而已 没有关联 很认真 毛可以表示粗略 可以 毛配屋嘛 对 对 好 手跟拳的意思相关 相关 没有完全相同 就是对了 所以你的答案就是2 对 4 4 5 还有5 对 来 老师答案是2 4 5 完全正确 很好 所以证明 他坐在那里耳朵是有打开的 我在听 我在听 有打开的喔 很不错喔 好 所以呢 在这一轮呢 不错 有很好的分数是100分 那接下来 我们又要进入论语的时间 我们也要来看看子怡 对 论语的认知有多少呢 我们交给齐老师 大家好 我是齐立峰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论语 颜渊篇中一段关于人的对话 纵公问人 指曰 出门如见大兵 使民如成大忌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在邦如愿 在家无愿 上次呢 我们介绍过颜渊向孔子问人 孔子回答他说 要以礼为依规 而这次换成纵公再问人 孔子回答他说 一旦出门 与他人有互动 就好像夜见高贵的宾客一样恭敬 死亦百姓的时候 就像在承办重大的祭典一样的谨慎 自己不愿意的事物 就不要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如此一来呢 无论在国内在乡里 都不会遭到别人的怨恨 在孔子的学生里 纵公是比较有政治才能的人 后来他也当了鲁国大夫 继孙士的家宅 也就是总管 所以此处呢 孔子和他解释的人 有些是从为政者的角度出发 告诉他要实时怀抱的谨慎 恭敬的态度 来对待自己的百姓 接待地位比自己卑下的人 而值得一说的是 祭世这个比喻 在左撰尼记载 先秦时期 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一个是田律 一个是祭世 因此孔子告诉纵公 并非只是祭世要慎重 对待任何人事物 都应该非常谨慎 之前我们谈到人道 落实在现代 就是一种同理心的表现 也就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以前我们常说孔子会 因材施教 不清楚的朋友可能会以为 孔子根据学生的资质高低 给予他们不同的教材或教法 但其实我们应该说 孔子的因材 是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秉性 以不同的说法 教导他们相同的道理 这才是让学生真正达到 教育目标的方式 这样的解释 大家是否都了解了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论语言渊篇》 所以你要当一个有人缘的人 对 其实真的 你一出门 不论看到谁 就像我们现在可能有些人会 有些女孩要嫁人 她会先看她开什么车 对 或者是说有些时候呢 我们自己不想发生 自己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却这样对别人 那你出门就会人家讲的 会顾人愿 是不是 你在演艺圈 应该也有你自己的见解 应该这么说吧 因为我之前就是拍一部戏 是演那个希哥 陈伯正 阿希哥的儿子 然后他其实就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 他一定有一天 因为他跟我说 有一次他遇到一个 其实他在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人去找他拍戏 是 结果只是之前 他很早以前 在一开始拿金马奖那个时候 那部电影的执行助理 可是现在已经是制作人 是... 对 所以我们永远记得 因为他那个时候 当执行助理的时候 他对他非常客气 所以一直到现在 那个制作人都还记得 以前这样对他 那我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我看着他 这么棒的前辈 还有我们圈内有很多好前辈 他们都是非常的客气 你看到越红的人 他们是越客气 越谦卑的 所以我觉得就应该要这样 我们对每个人 都应该要是这样子 他说我们自己 不喜欢的事情的话 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 是 然后大家这样好来好去的话 社会就非常的相恶 对 大家要好来好去 对不对 而且就像子怡这样的 记得 当你现在看到的 也许他的未来 也许不一定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要以视同仁 好 那今天的论语 大家有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吗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找字 林大哥的玉米 我们没什么好害怕 没有 他是有机的 对不对 对 相当有机这两个字 Homo 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 你知道有之在有 这个字的来由是什么呢 你会觉得这个字很理所当然 对 对 但是你会想有 为什么下面是个月 还是下面是个肉 最后一站来到了花莲的东大门夜市 这里有间红面全台的玉米滩 既然来了 快看看吧 哇 你看他们口玉米的样子 看起来好专业喔 难怪排队人潮这么多 我要吃 我也要吃 现在我们来到花莲的 东大门夜市 一定要排队才吃得到的 第一家烤玉米 天啊 我跟你说 这家烤玉米 其实我之前已经吃好多次了 我朋友知道我要来花莲 他说一定要来吃这一家 要带好几箱回台北 继续吃 对 没错 我跟你说 其实这家烤玉米的老板 这位大哥 事实上跟我们也认识很久 是 因为每次来都要吃的关系 今天一定要请他来好好介绍一下 让我们来欢迎林大哥 大家好 林大哥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真的 好高兴 好开心喔 你要好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们家的烤玉米 这么好吃 这个烤玉米 像手上拿的这一根是 青烟 这是早上现采的 非常的鲜甜 直接就可以拆掉叶子 可是有机的 可以直接吃 直接吃 直接吃 听他的声音就很尖酸 我还在自己一次看到 玉米可以直接吃 对 而且他现在就直接这样 杀在我们前面 二话不说 就直接要吃了是不是 对 那我们也就先不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 对 还有汁 我知道现在观众朋友 一定都觉得 蛤 生的可以吃吗 但因为我们以前 都已经经过了 我跟你说 真的就吃给你看 一 二 三 好甜 好想念这个味道 好汁 看一下 哪有横切面这种汁 都快要流下来了 而且我跟你说 吃下去 这个口味 它是有果香味 对 果汁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吃烤的玉米 所以我们有办法好好享受 它有多汁很汁的感觉 对不对 真的 我听说这个其实叫做水果 玉米可以直接吃 对不对 直接吃 不过其实今天这个吃的是生的 但是其实烤的也是他们家的招牌 对 不过你知道这个招牌 我刚发现说他们招牌下面写的是 烧番卖 为什么有这三个字呢 交给林大哥专业的来回答好不好 它跟玉米有什么关系 这个烧番卖是直接从闽南语翻过来 闽南语叫烧番卖 烧番卖 烧应该是烤对不对 也就是热的意思 热的意思 热的意思 那以此类推 玉米它就是 林老板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番卖就是玉米了 台语念作番卖 而烤玉米就是小番卖 然后现在阿图我要说 我想要吃小番卖 意思就是我想要吃烤玉米了 看到林老板专业的架势 想必这烤玉米一定不简单 实在太令人期待了 没错 光是玉米可以用生吃 就已经很惊人了 但既然来到这里 用烤的当然也不能错过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什么意思 这是你们两位来 我这边为你们烤的隐藏版 竟然有这样的口谱 郭明汉就是须知主持人专有的 是 这比他人吃不到 真的吗 对 它这是什么口味 它是上个玫瑰椒盐 玫瑰椒盐 你听着已经很高级耶 玫瑰椒盐是那个喜马拉雅山上的 对 那个盐 什么 然后加胡椒 然后进去挑 然后切出最严实的玫瑰的味道 好 这样吃看看 好 来来来 隐藏版的 我们连吃到还没有吃就在叫 越来叫 你知道我怎么刚才叫吗 因为它的外皮 整个都是那个喜马拉雅山上的 那个玫瑰椒的味道 好好吃喔 天哪 好够味喔 所以简简单单的不加酱 光是用简单的玫瑰椒 就可以让你越吃越爽脆 简单之味就是最辛苦 而且我告诉你 你知道在意大利有很多人 不敢吃玉米 他们就是很基因改造的 但是呢 林大哥的玉米 我们没什么好害怕 没有 它是有机的 对不对 对 讲到有机是两个字呢 Homo 我们要好好讨论一下 你知道有机的有 这个字的来由是什么呢 有这个字啊 天天都在看 对 可是好像真的不知道它怎么来的 舒老师 我们负责吃玉米 这就交给你解答了 但是有这个字 你有没有想过 就像我们刚刚手一样 你会觉得这个字很理所当然 对 但是你会想有 为什么下面是个月 还是下面是个肉 甚至有人写过肉喔 月吧 应该是月对不对 对 我有看过有人这样 错写了 但是到底有跟月什么关系 对啊 月有阴晴缘缺吗 也不是这样解释对不对 来 老师 我们可能要从古文字来探究了 对 我们刚刚说这个是 右的话就是手 是 那手只能够拿肉 手怎么能够拿月呢 对吧 它就是肉 是 拿不到月亮 它是肉 它是肉 就肉旁 手拿肉 这个是手拿肉 那分析为从右从肉 刚刚说右就是手 对啊 表示手拿肉之行 那可以表示所谓的持有 或是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拥有持有 一定拥有一个非常 宝贵的 珍贵的东西 对 那以前肉很难吃得到 是 所以就以手拿肉来表示 所谓你拥有这个东西 就这样的一个道理 难怪我们说很富有有钱 是这样 跟有有关系 那因为古代这种物质很缺乏 对 那很多人没有肉可以吃 所以拥有肉 它当作一种西向的一种 一种行为 一种情况 肉以稀为贵 对 你可以怎么说 因为以前的有 比较平级 那这个是当然本意是说 跟五是相对的 这很简单 对 那说文说有就是不宜有也 就是这东西它很少见 所以它其实本来就是它的本意 就像肉很少有 对 所以有的本意是指不宜有也 那当然就是说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本来叫什么是有 就是说你不当有而有 很少有 所以不当有而有 那本来的意思 后来就扩大了一切都有 就把用法扩大了 好 比如我们说所谓的有困难 有学问 有利有弊跟没有计设 这些有都是很频繁的有 大家都有这样子 是 老师我有一个插画 我以前就是写 然后把那个里面的月写成肉 对 然后被改错 是 所以其实基本上老师 应该要给我分 对不对 那肯定的 你要回去跟他要 我小呢 那看你能不能找得到 好 对不起 好 非是我插完画了 它是一个肉盆 好 好 然后它有所谓丰收的意思 是 那世金赌宋有必偏提到说 至今已死 遂其有 就是今年我们就丰收了 有的话就是丰年的意思 好 然后它有所谓不定子 比如说有某人有什么 就没有确定某个对象 是 这个是有 比如说有朋自远方来 是 有朋就是女友朋友 没有说特定哪一个 对 不定子 这样子 好 都很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常见 但是可能搞不清楚 它的缘由 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手到毛 对不对 甚至到有 今天收获非常的多 超棒的 对不对 然后又在你的家乡 吃了很多的美食 而且又吃到好吃的东西 所以继续来 品尝 边品尝边复习下 我们今天学过的文字 下次才不会再忘记了 那今天非常谢谢子怡 谢谢 非常谢谢苏老师 我们可以继续吃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